對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泡湯 凱希 要麻煩你先出去 靳晨沒穿 靳晨出門怎麼不帶手機 可能忘了拿吧 靳晨 你在看什麼 等一下 怎麼了 我想說 不如我們一起去 喝個咖啡等靳晨來好嗎 可是他手機還放在房間裡 我想說還是在這邊等他 這樣才不會錯過 對 對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泡湯 凱希 要麻煩你先出去 請整個穿衣服 好 好 不好意思 那 那我們餐廳見 好 看來凱希應該是沒看到什麼 可是你 沒有 我什麼都沒看到 好 我先出去 我先出去 你們吵架嗎 沒有 沒有 還是發生什麼事 沒事 我感覺不像沒事 從坐下來到現在 你們沒有說一句話 感覺 有一點 尷尬 對 就是尷尬 難道是剛剛靳晨泡湯 沒錯 靳晨泡湯 會尷尬是因為你 我剛剛真的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相信我 當時我整個視線都被橫圍擋住了 靳晨會尷尬是因為他會害羞 他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 只要一害羞 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就像現在一樣 搞得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對 對 是 沒錯 是我的問題 我 很容易害羞 又不太會交朋友 所以朋友很少 女生的朋友更少 我 會這麼害羞 是因為 因為 我還是一個處男 而且 而且 我的錯也還沒有 好了 還有 爸 我想凱琦已經非常了解你的害羞 你的食物都涼了 趕快趁熱吃 趁心血 快吃吧 這也沒有什麼 反正我們現在是朋友 以後我可以多介紹一些 女生朋友給你認識 好 謝謝朋友